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竞到一见 这一次呢应该是我第一次录这种 真人出镜的这种Vlog 好热啊 等一下 太紧张了 一会儿给我掉些 回来了 是这样子 因为马上就圣诞节了嘛 然后呢我这次是想着说 因为小孩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 因为你们看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布视频 对不对 因为宝宝现在是处于一个很闹腾的结果 就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不怎么睡觉的 就一直闹 隔个一两个小时就要起床一次 然后呢基本上休息也不够嘛 这次圣诞节我想的就是说呢 给他准备个零物品 本来呢是想买个 那个他那种护肤品嘛 但是他自己买 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东西嘛 从来没有接触过 然后呢我这次因为 他手上那个手机呢用到现在也 也好几年了 然后最近在跟我说的时候说一直是处于一个 什么状态啊 他就是一直闪退啊 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嘛 反正就是 但他又不舍得换 你知道吗 所以呢我这次就给他准备了一个礼物 就是买了他手机给他嘛 给他换 因为他自己不舍得换的时候 可能就我直接拿给他 他也不得不换了 那我又想着说 那如果是呃 你单纯的买给他 他肯定会觉得说 不好啊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所以呢我这次准备了两台 哇啊 这里面呢 一台是真的 一台是假的 一台是 属于呃 里面是巧克力啊什么的 但是你 单纯你只看包装的话 真的是一模一样 我跟你说一模一样吧 所以呢我这次打算是这样子的 就等一下先给他一台假的 然后 跟他说说说说 说到让他自己觉得多开心多开心的那种 然后一看一看一看是巧克力啊什么的 再突然间再给他一个 那个真的 是吧 有一点反转 不然总是那样子没意思 好啦 好 那他等一下会过来公司嘛 然后等一下在 在这里 再给他 安排一下 好 那就先这样子 好了 现在已经安排好了 就等到上门了 这个 这个我已经验收过了 随时打开过的 等一下 你不是说过手机吗 对啊 是什么手机 安排十二 是吗 你都知道了 阿姨 可是你说的啊 还十二吗 可以拆吗 看 他挣扎了 我抱在身上 他累了 拍完 那我不敢拆 我也拆了 怎么了 卖拆了 多少要换呢 你为什么要换呢 万一呢 上次 你还记得第一步手机 怎么拆啊 颤抖的手 要不我去给你拿把剪刀 你的手 见翘眼了 我连拆个 十二的枪 你 你这个人一开始 就不应该跟我说嘛 紧张的十颗刀了 紧张的十颗刀了 啊 没想到吧 德福 是啊 手机太贵了 买不起 只能买德福了 手机好贵的 你可知道吗 啊 丝滑牛奶巧克力 是呀 下面甚至还很贴心的给你加了块铁 因为怕你认出来 磁钟 是对啊 因为太贵了 不是吧 iPhone12的磁 这什么东西啊 就iPhone12啊 这块磁砖就加iPhone12 其实 我不信 你没有12怎么会有盒子 想到这盒子可以买吗 发表都有 你看发表 就是iPhone12 你看他此证就叫iPhone12 我去 你没有手机拿出来 没有啦 没有啦 我跟你说 iPhone12不适合你 它太大了 那适合你咯 对啊 iPhone就适合我 你是给 所以我给你买了iPhone 给你 我买的是mini 那为什么会有12的盒子给你啊 你是不是还发现 一拆拆出来又是一盒巧克力 说不定又是一盒巧克力 导演 这台应该可以用4-5年 现在我玩游戏在威卡 可是我没有时间玩游戏了 你要开机吗 不开了 不开等下还能退博 这是爸爸给你买的第一台手机 妈妈先帮你用的 所以你现在还不能用 所以妈妈先帮你用几年 不要哭哭啊 他不同意 他同意了 他只是有点饿饿 Hello Hello 圣诞节快乐 你看你把你妈妈熬的 你爸爸撤巨子 你熬我一次 你爸就要费钱了 你呢